因为派发法轮功真相传单 唐勋与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王又平 先后在2020年7月26号、27号 被中共非法抓捕 他透露 庞勋被抓捕后 被中共非法关押判刑 在狱中遭受虐打 但在母亲面前却只字不提 庞勋的死亡时间为2022年12月2号 早上10点钟左右 他的家人在12月底 与四川家住监狱方达成协议 安排由狱方认可的鉴定机构做尸检 目前仍在等候庞勋的尸检报告 于是就在12月底的时候 请了这个尸检 尸检的时候 他们母亲和父亲在外面没有进去 就是用各种原因 就是说你们太血腥啊 你们都不让他们去看 里面具体是怎么捡的 不知道 我们在时间说30到60的工作日 从那之后呢 因为中间经历过过年嘛 就是到现在可能已经过了超过一半时间了 这个结果应该就出来了 庞勋的生前好友 自己曾因政治原因被关押 他提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之惨烈 我自己是因为政治原因 作为年劳 就是我在监狱里面 知道很多关于法轮功的事情 警察如果抓到一个法轮功学员 直接一等功 抓一个杀人犯或者贩毒的 都会被拿到一等功 第二个呢就是 任何一个法轮功学员进去以后 会被关在这种重罪的监狱里面 他们一般是 至少一对一或者二对一的盯防 就是要派人 24小时盯着这个法轮功学员 只要他在里面 说跟法轮功有关的话 就打他 我想他 唐勋也可能受到这种待遇 如果你法轮功学员愿意在里面 去骂李宏志 然后说我投立法轮功 要么是给你大福利解刑 要么是直接给你放 但是呢 很少有法轮功学员偷险 中共自1999年7月20日 发起对法轮功群体的反人类 群体灭绝性的全面镇压 而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信仰反迫害 美国国务院此前针对庞轩案回复媒体 表示将追责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柯婷婷 纽约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吟通顶 stro